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受到多重的打击。 去年6月开始的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大大影响了香港的国际生育和稳定的营商环境。 加上,自今年1月到现在的疫情威胁以及必要的防控疫情措施下,香港地基的经济按年大幅收缩8.9%,是由几路以来最大的跌幅,而失业率也上升到最新3-5月季度的5.9%。 在这个大局下,香港经济要重新出发,重建秩序和重启信心之为重要。 只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分子,止暴治乱,用好治治的优势,香港仍然伤其促处。 我们会抓紧亚洲区内的蓬勃发展,以及国家一带路苍蝇和越高达湾区发展的机遇,让香港不但可以恢复元气,还可以更上一层楼。 谢谢。 。